咦 這集是很短的 我純粹就是說 我看到 我叫做千年博士生的一位馮同學 在6月尾就出了一個post 我覺得他搞笑而已 我覺得他可能是幽默感 就說他雜氣怎樣睡身 買了這個英偉達128元的 128零幾 就是全數入貨 應該是6月28日 其實當時我就看一看圖 就未曾發生那麼多事 那時特朗普究竟是否會被提名 都未曾確定 還有特朗普的副總統人選都未出來 還有拜登仍然是被那些主流傳媒一致唱好的 但是我看到這個似乎是一個出貨信號 一個見頂的先兆 我們看到有一件事我估計不到 拜登搞到美國爛了 那為什麼美國的股市 過去幾年都還是屢創新高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英偉達就是一個 因為這個人工智能的東西 就增加了很多市場的預期 但是去到這個128元這個位置 就是長話短說 這個就是一個見頂的信號 然後跟著就是急轉直下 7月13日特朗普被行刺 就是不成功了死不去 然後特朗普就提名了 可以說他提名了 起碼他提出了副總統人選這個曼斯 這個譯名雖然是國語的拼音 但是我覺得這個約定續成不要緊的 因為以前有一位國務卿曼斯 是同一個串發的姓氏 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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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曼斯 當時所有的華民都 大部份 不說所有 都譯他做國務卿曼斯 那有時候的東西 好像福爾摩斯 沾森 那些都是說 當時的主流的習慣 不要緊 這個JD Vance 雖然是一個理想的接班人 但是傳媒開始對他攻擊 其實共和黨的選情出現了一些暗湧 本來就在7月13日 Donald Trump被行刺失敗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看到Donald Trump的民望 就去到一個新高 但是對方就出絕招了 長話短說 這個就是找了一個黑人的女性 少數族裔 然後就拿來包裝 然後還有一些骯髒的手法 好像將這個拜登當垃圾那樣丟了 但是拜登雖然當垃圾那樣丟了 但是他完全邏輯說不通 就繼續不肯辭職 你想想如果競選連任都沒有能力 為什麼現在不立刻劈炮呢 從現在起到明年一月 這段時間這個美國總統就很麻煩 找個廢人來做總統 但是沒有人講邏輯的 然後我看到那些主流傳媒 西方的所有媒體 就是一直在那裏 一直在那裏包裝這個 Kamela Harris 有些人說中文不要叫她 賀錦麗 我覺得沒有緊要 我叫她賀錦麗是一種諷刺 OK 我叫她做哈里斯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 哈迪斯以前有個賣漢堡包 好像是不是 美式快餐 哈里斯 李察哈里斯 一個我挺喜歡的英國演員 就是 不要緊 都是譯名 總之這個賀錦麗 我就喜歡講賀錦麗 OK 這個賀錦麗 就是一個 就是本身是一個白痴 但是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在民主黨裡面 他原本在2020年的初選 一早被人踢了出來 其中一個原因 不是因為他是白痴 或者他出身 就是靠這個 跟男人睡覺上位的 這個已經是公開的 不是秘密來的 就是一個道德很敗壞的一個 一個神憎鬼厭的一個人 而是說 他在政治光譜裡面 就算在民主黨裡面 都是屬於極左的 所以呢 如果他上台之後 美國的政策 就進一步走入一個萬惡之地 所以呢 就是現在 主流傳媒為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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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這個 深層政府的指揮棒 就是 全世界 這個最無恥的地方 包括英國的那些 Reuters The Guardian BBC 所有的人都在這裡 跳出來 是踩這個 Donald Trump和他的副手 還有去吹捧 有一個女人 少數人 少數族裔 就是 他 你對著印度人 就可以說他是印度人 對著黑人 就可以說他是黑人 就是說 現在都是打這些 就是 左翼的那些 Wook的牌 而這個 這個人 如果真的做了美國總統 其實 我想 整個制度 真的會崩潰 而不能復原 所以 就 配合到這個 AI 見頂 sorry 的訊號 還有 英偉達 去到128元 竟然 最高去到134 OK 但是這個馮同學 都成功摸了頂 所以 跟著下來的 那個 出現的很多 不安和變數 就加上我自己 有意無意 就弄了一個 大時代的丁蟹出來 我不是故意 但是弄完之後 有朋友問 我就覺得 這個可能 冥冥中已經有一個 有一個主宰 正如 Donald Trump死都一樣 所以 就是說 將來出現的 投資 國際投資市場 的亂局 如果 民主黨贏了 這個 長期的 大熊市 我想 真的 是 不回 這件事 是 提出一個 警惕給大家 但是 如果 我們能夠 逆轉性 打低了這些 邪惡的力量 在這麼艱苦的環境 我預計它會造假 會出術 你都很難頂的 因為 現在說多一句 就說 美國很多州裡面 大排長龍 那些非法移民 全部在拿駕駛執照 駕駛執照 你說沒有 照片 到時候有駕駛執照 就可以投票 是不是 突然間可能 多了幾千萬人 走去投票 什麼都可能發生的 美國就是變了委內瑞拉 就算 Donald Trump是得到 人民的支持 那些時候 他沒有法子 贏到今年11月的選舉 這個變數 這個 這個 擔憂 擔憂 是有根據的 所以就說 現在不知道會怎樣 我們用盡所有我們可以用的力量 去改變很多人 希望大家 如果在美國有投票權的 千萬不要為了人類的未來 不要去投這個民主黨 不要去做白癡 但是如果真的輸了的話 你不是世界末日 世界就不會有末日的 但是我們將會有很多苦日子要過 那這個就是這一集的訊息 我們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我會見你 我會見你 你 我會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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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個